字幕提供 好 歡迎收看正正有詞 你知道現在全台灣 最紅的兩尊神明是什麼嗎 好 那你要問所有的人 一個當然就是媽祖 那包括大家罵 白沙阳罵 陸續也要遨境 保佑大家的平安 另外一個就是九天玄女 現在如果講到九天玄女不知道 那你就落魯了 但是不管怎麼講 譬如說馬魯子在繞郡的時候 有的人會拿衣服或是要鑽條底 類似這些也有人會去求一些符咒 那當然你說像九天玄女 也有一些有人會求令符 所有的令符都要保平安 可是你知道嗎 有很多時候有人拿他的令符保平安 有人拿他的令符會不會有其他一些作用 誰能在舟亦能覆舟 你會怎麼樣看待所有這些 包括在符咒立符這些 所產生的一些的力量 兼現場來賓一一告訴你 好啦一開始為你介紹今天要請到的 特別來賓 左指邊第一位資深媒體員許勝媒 大家好 資深導遊黃聖峰 大家好 右手邊為你邀請到民俗專家易璇老師 大家好 律師林玉恩 大家好 好 來 報告勝媒 我們上次有聊過大甲媽繞鏡 接下來是我們的 白沙屯嗎 粉紅小超跑 然後又要開始繞鏡了 沒錯 白沙屯媽的粉紅超跑 是在520這一天 我愛你 也就是媽祖愛你這一天 他要出發了 然後八天七夜 從苗栗到雲林的急行軍 大家都知道白沙屯媽的粉紅超跑 為什麼什麼受到民眾的熱烈的歡迎 是因為他沒有固定的路線 對 該到哪裡就到哪裡 而且也只有白沙屯媽 他還可以到家戶 就是可能有一些性仲 家裡有一些什麼狀況 白沙屯媽會直接到家門口的 那有關白沙屯媽祖呢 每一次出去參加 很多的神蹟 我先講去年發生一件事情 有一個在雲林的阿嬤 年紀很大了 然後知道白沙屯媽要出巡 所以他就到他家附近的一個公車廳 他就等在那個公車廳 為什麼要選公車廳 是因為大家都知道天氣真的很熱很熱 阿嬤也等了很久 好不容易白沙屯媽 這粉紅超跑 遠遠就看到超跑來了 大家是不是很興奮 因為等太久了 阿嬤昏倒了 就中暑 天氣太熱 阿嬤昏倒 那這個粉紅超跑 就一路很快就過去對不對 你知道過了公車廳不久 這個粉紅超跑就突然停下來 然後就開始搖了 開始搖 媽咕是開始搖才媽咕 就回來 我提到就是因為很多信眾 都在沿路要拜 所以當時阿嬤倒下來的時候 可能沒有引起太大的注意 當大家發現 那粉紅超跑 往後回來的時候 大家才發現 唉唷 不好了啦 阿嬤倒下來了 阿嬤昏倒都沒有人注意到 因為人太多 大家都只注意到阿嬤主 你知道如果大家沿路都跪在那裡 你並不知道他倒下來 所以當這個鸾叫回來之後 就發現阿嬤倒下來 然後粉紅超跑 是這樣搖搖搖搖搖搖 就搖到阿嬤的身上 用叫聲去撫摸阿嬤 我光是這樣形容 你都會覺得非常非常感動 非常非常的 你知道就是覺得 這個媽祖真的是大慈大悲 他一邊在撫摸這個阿嬤的時候 一邊旁邊的信眾 當然幫忙要打這個 1197救護車來 然後當然阿嬤後來沒有事 可是光是這一幕 大家就知道 白沙屯罵的粉紅超跑 他的魅力真的是救苦救難 而且眾生平等 因為理論上他應該不太清楚 後面有人昏倒 因為他已經過去了 因為他一直是往前跑 對 而且剛才聲明講說 要用叫聲去輕輕地撫摸阿嬤 那個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因為四個人抬 我不知道是四個人還是幾個人抬 然後每個人的力道或各方面 所以有人在講說 那到底是那些人在晃 還是真的有什麼力量晃 不管你信不信 可是那個對很多人的心理 的撫慰的力量非常重要 我發現順豐你的口罩超有型的 這是今年的媽祖的 大甲媽的 真的喔 今天是大甲媽 你很正式 白沙屯是沒有路線 那大甲媽他是有固定路線 但他停誰家那也不一定 像我們今年去的時候 他們就很多家門 可能就擺兩張小長椅 就擺好了 然後就隨時公迎大甲媽來停 因為我今年運氣比較好 我的距離 我跟神駕距離 大概我跟盛梅這個距離而已 這麼近 我就幾乎整天就跟著這個距離 他會突然的走走走 突然就偏過去 感覺不是人 因為人是往前走的 整個駕駛拉過去 那就停在誰家是不確定的 但那個場面就是 應該這麼講 那個鞭炮 可能沒有看過那麼鞭炮 那麼多的鞭炮 就是在我距離很近的地方 炸完之後 那個 我用那個 那個什麼 衛生紙擦頭髮 我頭髮是黃 我衛生紙是黃的 你說那個火藥那個 硫磺 硫磺嘛對不對 對 全身衣服白衣服 全部都是黃的 都在硫磺 可是你沒受傷 因為我相信一件事情 只要被鞭炮炸到我會很旺 因為我曾經就是這樣 拿一個鞭炮來給我 快點 真的喔 所以我就靠得很近 因為我有一年就是 也是媽祖書學的時候 然後就是有前面這個隔板 然後兩塊 結果那鞭炮從小小的風 就鑽進來炸到我 OK 就靠一支 結果那一年就忘到一個不行 所以我今年就特別靠近 所以我說拿個大龍炮來 這個跟我們講說 那個包括鹽水風炮或是炸寒丹 那些有一點類似嗎 類似意義是一樣的 對 OK 好 當然還是要提醒大家 要注意安全 不過盛鋒講說 對他來講的話 那個會覺得越來越旺 對 可是一群老師 我們講說 包括有人會鑽叫底 對不對 或拿衣服去希望能夠過一下 類似像這些 那這些都會有一些 讓大家感覺上 會有神機的感覺嗎 其實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都知道 我們說手氣很背很背 其實是我們背上 這個後面的腳架片 背了很多一些業障 OK 那我們去背的時候 我們要過這個專教底 我們都其實一定會彎腰 那由神明過去巴黎 把這些東西擔走的意思 談到白沙盾其實神機很多 那我來講一個真實的一個案例 那在2017年的時候 有五大媒體全部爭先口後的 要來報這個報導 那就是2017年那一年 這個白沙盾一樣要徒步到 這個北港去的時候 那有一位通宵分局 有一位警察 那他因為他本身就是很虔誠 他有跟媽祖發了怨 然後就陪他這樣子走下去 那回來的路騰當中 因為他自己本身身體 有點心臟比較不好 那回到白沙盾 這個持後宮的時候 突然就暈倒 那暈倒了之後 救護車就把他送到了這個醫院去 那醫院結果搶救 好像沒有辦法 後來就把他轉診到更大的醫院去 那這個時候 後來因為本身那個老師 宮裡面也有很多的信徒 陪同我們白沙盾媽祖 去徒步進鄉 然後他打電話說 老師啊 趕快你求一下 我們的這個 宮裡的白沙盾媽祖分靈 還有親捕夫人來幫忙一下 那我就先問白沙盾媽祖分靈 一拔三個杯願意要幫忙 然後我也跟親捕夫人拔杯 也三個聖杯願意幫忙 那我就打電話到這個 經過朋友 然後打電話到這個通宵分局去 他們這個組長 就帶了他的衣服跟巴士 來到我們這個宮裡面 那我就幫他點這個七星續命燈 一點完之後 白沙盾媽祖分靈跟親捕夫人 在我耳邊講說 請親捕夫人金身下來 他要磕金身木片給他當藥銀 那我就請了下來 就磕了九大片 那每一片大概厚度大概一公分 磕完之後 就請這個刑事組的組長帶回去 帶回去之後就是沾油 那沾一沾 就是電視靈了 幫他擦嘴唇什麼擦一擦 所以也奇怪 前一天點完七星續命燈 然後這個東西做完零療 他擦完之後 隔天鋪明指數從3 就升到7到8 甚至到三個月之後 整個人就醒了 所以就是這種宗教的力量 我也沒有辦法去解說 只是說覺得就是 有敗就是有保備 有加油就是有害怕 OK 當然我相信在醫療方面來講 這發揮了很大的功效 可是剛才醫生老師講 這些事情你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可是你在心靈撫慰上 它一定有很大的一些的作用 要不然的話 你也不知道這些 到底是怎麼發生這些 好 可是我剛才一開始講說 其實現在全台灣最紅的兩尊神明 當然很多神明都非常紅 好不好 就像每一次我們在聊這些 你們都不聊我們天主教 我們天主教有很多神明 好不好 那我們也有聖母瑪利亞 OK 但最紅的應該除了是馬祖以外 這本應該就是九天玄女了吧 是 你如果在台灣現在不知道九天玄女 那你真的就落伍了 你不知道九天玄女 又不知道降漏降漏降漏 對 降漏降漏 你真的就不是活在現在這個世代 800公尺 500公尺 100公尺 來 我那個學給大家看 這是網紅阿翰 他扮演一個命理老師 這命理老師姓廖 那這個老師就說 他是九天玄女 唯一指定姐妹 然後這個蒜蜜的姓眾 在蒜蜜的時候他還要爆米花 所以當那個爆米花一直跳起來的時候 我九天玄女就降漏了 800英尺 500英尺 降漏降漏降漏 100英尺 中華路二段55號 就降漏了 你不要再把人家的號碼講出來 人家已經 沒有沒有 那個當鋪老闆很高興 對他後來是請爆米花 他送大家吃爆米花 對 因為大家都說他的當鋪有九天玄女的獎 OK 這非常殊勝 但我先告訴大家 這個影片 網紅的影片 到目前為止 我剛剛看已經600多萬點閱率 OK 那也有很多人講說 雖然大家看覺得很好笑 但是也有可能是九天玄女 然後庇佑這個影片 現在大家都知道了 對不對 那我們就要講回來九天玄女 為什麼呢 就因為這個神明報 現在有關九天玄女的各種神機 或者事蹟 大家就開始口耳相闖 那這裡呢 有一個網友 他就說 他最近要買房子 怎麼買房子會跟九天玄女有關呢 他去看房子 一個十一年的中古屋 他一進那個社區 大家都知道嘛 要看一下社區 這個鄰居或環境好不好 可是他一進社區呢 他就被那個到處貼著符咒給嚇壞了 因為大家知道 這個通常如果門口貼符咒 都不太是個好事情 所以他又想說 為什麼這裡有一張 那邊也一張 一個社區啊 到處貼啊 對啊 你不會很毛嗎 當然喔 有事發生什麼事 那他又仔細看符咒的內容 因為符咒真的要仔細的研究 那個符咒上面還寫 九天玄女 然後這個網友很妙 他說不對啊 這不是中華路二段啊 這個地址不對 他就上網 上網問大家 其實你幹嘛問呢 就是九天玄女的符咒 因為管理員也說不出個所以然 這是一個 現在九天玄女 因為已經爆紅 大家很高級 那另外一個是這樣 就是有一對夫妻 他們有兩個小孩 一個女兒一個兒子 那個兒子年紀很小 然後常常會夜哭 那我們常常講說 孩子如果晚上睡不好 會不會就是嚇到了之類的 然後怎麼辦呢 每天晚上都這樣鬧這樣鬧 所以這對夫妻 就到附近的宮廟去拜九天玄女 那九天玄女她有一個機身 就透過這個機身 就詢問九天玄女 我這個小孩到底怎麼了 來囉 娘娘醬肉醬肉 就真的就尷尬了 尷尬之後 娘娘講話了 娘娘就說 你小孩 是不是半夜三點多 都會起來然後再玩 玩一玩就會開始哭 就講得很細 那因為她的孩子三點多起床 然後開始哭鬧 這個怎麼會娘娘知道 是啊 所以這個爸爸媽媽 就開始緊張說 是啊是啊 她是這樣 然後娘娘就說 因為她姐姐在跟她玩 然後這個爸爸就說 不會不會 因為她的姐姐 是睡另外一個房間 不對啊 姐姐怎麼可能跟弟弟玩 而且姐姐半夜 也沒有到弟弟的房間 然後娘娘又講話 不是這個姐姐 是另外一個姐姐 不是這個姐姐 是另外一個姐姐 這個爸爸媽媽聽了 也開始發毛了 娘娘都知道 原來她在生這個女兒的時候 懷的是雙胞胎 但是只有一個女兒活下來 另外一個女兒已經往生了 那這個事情其實知道的人也不多 但是娘娘就點出來說 是這個已經往生的這個小姐姐 每天晚上來找弟弟玩 那爸爸媽媽當然就問說 為什麼 她就說 她走了 你們就不理不睬 也沒拜她 也沒給她一個超度的儀式 什麼都沒有 那現在姐姐 這個小姐姐跟弟弟都過得很好 她當然會覺得很難過 所以她每天晚上一定要來找弟弟玩 找弟弟玩之後還會弄她哭 OK 就讓你們知道 我很有怨恨 那九天玄女就說沒有關係 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 你們就買一些奶粉 嬰兒用品去祭拜她 那這些奶粉跟嬰兒用品 我們就捐給一些孤兒院 就是一些需要幫助的人 那第二件事情 九天玄女真的大發慈悲 她說總不能讓她 因為她也不可能上天 或投胎 那我就把她收作 我就是帶著她修行 九天玄女要帶她修行 所以終於解決了這個小男孩 半夜會哭的問題 OK 因為還好你的劇情編排是那樣 要不然的話 當那個九天玄女說 有一個姐姐在陪她玩的時候 不是這個姐姐 我不知道是她爸爸還是她媽媽 心裡會講 不要把我的秘密講出來 不要把我的秘密講出來 你真的是律師 很多人都是這樣嗎 我們那時候節目裡面聊 有很多人等到走了以後 外面的是嗎 才發現還有外面的啊 可是剛剛講到九天玄女這一段 一句話 九天玄女是何方神聖 就是她的來頭到底會是怎麼樣 剛才一開始所講到那個 如果進一個社區 你看到有一家貼一個符咒 那也就算了 大家正宅啊 或者什麼 一個社區貼了十幾個 誰不怕 為什麼 相傳我們的九天玄女 她是我們西王母的座下 那她本身是這個人参 然後這個鳥頭 整個她的法律是很高強的 她可以移山倒海 甚至是引發地震 她的法術非常的高強 而且她很精通什麼 精通這個戰術 所以建議這個軍列家 軍事家去拜她 真的是非常好的 至於這個符 剛剛講到這個符 其實要注意一下 就是如果你是一般 整個社區的門口都有貼 你要去看她是不是九天玄女 親正到此來化煞 如果是化煞的話 可能是社區外面 有對到什麼樣的煞氣 所以她會形成為正煞還是化煞 如果你是要正一般的凶宅 她可能會奉請九天玄女 到此正鋼 正鋼跟化煞是不一樣的 正鋼是在家裡面的 如果你是化煞 是化外面的煞 所以正鋼就表示 這家裡面有出過什麼事 對 可能就是這個房子裡面 可能有發生過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那個字我們看得懂嗎 說實話 因為每次令符那個字 我覺得每次都化得不好意思 所以我們有人會開玩笑 講說字寫得亂叫鬼化符 就是我們看得懂嗎 看得懂 剛好今天的老師也有帶 其實符 它還有分陽符跟陰符 對 一般的陽符 一樣都是由道家的法師所畫出來的 那這些陽符是做什麼呢 可能是我要做酒 我要做酒 還是說要幫人信徒開運 還是要幫信徒去把煞氣化掉 所以他會開一些這些 還是說法師要開符去調請兵將 我們俗稱為陽符 陰符也是由法師來開 那這個陰符可能就是商家要使用的 要押官的 我們知道有押官 還有再來就是可能他要調遣這個詭異 還是說他要幫人家 就是要幫盛美去迷哪一個人 要開著迷心符 還有這個無鬼運財符 那老師剛好今天有帶來 給大家來看一下 好 來 像現在看到的這一張 就是俗稱的陰符 那一般陰符它上面會沒有三個溝溝 那我們知道這三個溝溝 如果在道教的玄學當中來講的話 代表就是我們的三清道祖 然後也代表就是天上有三財 日月星 所以只要上面有三個溝的話 那一般都是屬於陣符 那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個就是俗稱的陣符 這五雷符 那上面會有三個溝溝 一二三 有三個溝 這一個也是一樣 有一二三 對 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它就會一二三 或是三個溝 那我們這個俗稱為陣符 陽符 陽符一般都是用於屬於 比較正派的東西 那如果我們剛剛看到陰符 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要做一些奇奇怪怪的動作 我們看裡面的字就看得到了 它寫迷魂 迷魂 然後呢 迷魄 迷心 不離 就不行 那就是剩美藥用的 對 然後就是把它迷住 那這邊還有一個空格 大家注意看 這邊還有一個空格對不對 可能就寫 明子跟出生元日 所以符 它這個符還是研發還有很多種 那如果像我們有一種符 還是黑色的紙 寫白色的字 那要幹嘛 那個可能就是哪個地方 有發生過火災 那我們就藉由法師 要去把這個火神鑄籠趕走 那我們就會請到 這個北方的神明 用這個黑色的 然後這個紙下去 用白色的字來把它寫出來 因為北方屬水 北方全武屬水煮黑 對 就是用黑色 然後用白色的筆去畫 然後去壓制這個畫 然後把祝龍之神趕走 那確保這個地方 以後不要再發生火災了 OK 不是因為發生火災 有很多很不好的事發生 或譬如說死了很多人 所以要用 只是單純要把火神趕走 對 OK 可是剛才講的這些過程 譬如剛才講到 那個房子上面符咒這些 我不曉得 因為如果要有人去買房子 他只是看到這些 然後也不以為意就買了 然後買了以後 才發現這些符咒 真的是有特別的一些用意 譬如剛才一璇老師講說 如果對內 老師那叫正剛 對 正剛就表示裡面發生一些什麼事 如果這樣的話 那個買賣可不可以取消掉 就如果是凶宅的話 是可以要求說解除契約 或者是說 就是 因為可能凶宅 他以後要賣的時候 價格也會減損嘛 所以就是可以要求說 那要符合凶宅的標準 對 要符合凶宅標準 那凶宅標準呢 就是他必須要是 就可能大家都會覺得說 只要有人死在裡面的話 大家就會覺得心裡毛毛的嘛 就會覺得是凶宅 但其實 內政部的標準 他認為凶宅必須要是 凶殺 或者是說非自然的死亡 凶殺就是非自然死亡 然後另一個就是自殺 所以如果假設是一些意外 例如說 不小心的火災 或一氧化碳 這種的話可能就不會算是凶宅 這不算凶宅 對 但有些法院在認定上 也會看狀況 OK 什麼 說實話 對導遊來講 很多人羨慕這個工作 但是這個工作 每個地方趴趴趴 平常講 你說每天要去住不同的飯店 開心的是一回事 可是你每天聽這麼多的那種傳奇 所以你們身上也會帶一些令符嗎 會 你像 這個是我裝 這個是殼而已 這只有外面而已 裡面裝的是這一種 跟老師一般我們習慣的 常符咒比較不一樣 你看吧 老師你看 像那個字 你告訴我誰看得懂 對 這上面也是三個勾勾 他是有三個勾 對 但你變得字就看不太懂 對 我一般都會帶兩個 這是平安的 這是平安的 這個是招財的 這個是招財 這個一般都會把它折成八卦 這樣比較好放 但是符咒來講最特別的 我看過 有沒有看到這麼大張的符咒 這麼大張 這怎麼帶 這個我都會把它折得很小 帶身上 這符咒是做什麼用的 這一張很特別 這一張是玄天上帝武當山 玄天上帝的主廟 開出來的正宅符 正宅必煞符 這一張聽說這個符的整個 已經是明朝時候所傳下來 他的符的內容也從明朝開始下來 而且他們這個是屬於正殿之寶 所以要到那裡去求才有 對 而且他不一定拿得出來 他不一定會給你 但是剛好透過關心拿兩張 一張放家裡面一張隨身袋 而且我發現剛才 從剛才一群老師的符咒到現在 聖豐的這些令符 上面都有 都要蓋印 對 你像這個 剛剛跟我們人間一樣 也要蓋印 其實蓋章這個程序是非常重要 真的喔 這個就是我們開的支票對不對 對 要蓋章 你沒有蓋章當然是 就不效票 對 就是這樣子 這個蓋章就是這樣子 所有都有蓋章 這個也有蓋章 對啊 都要蓋章才有效 有一次我去泰國 泰國我們講的都是什麼 小鬼這些東西 佛牌這些東西 那也是 就南亞海嘯那時候 我去泰國參與一個搜救任務 那經過一個九皇廟 就有點像我們台灣的玉皇上帝 那經過的時候我就看了一下 他拜了一下之後 那個裡面那個管理員 他就突然出來 就拿一張符給我 一張九皇符給我 然後說這一張很有效 你把他帶著 你要說就你把他帶著 那我就也把他就收著 就收在包包裡面 然後因為我習慣這樣 我去泰國我會帶佛牌 會帶九皇 在台灣我們就帶道教 因為神可能互相不認識 國家不懂 對 國家不同他可能不認識 那一次去泰國 就後來隔一段時間 再去帶團去泰國的時候 就住在一個飯店 然後因為晚上帶團出去 我們領隊沒什麼事情 因為有導遊 沒什麼事情 我們又是自己的一個房間 房間都有一個落地窗 然後就 我這邊看小說 然後聽電視看小說 突然我這邊就有一個人 感覺就有一個人影的感覺 我們習慣這邊如果有一個東西 閃過去你 正常人就會回頭 當然 我就回頭 回頭我窗戶外面 我落地窗外面見一個女生 還滿漂亮的 他就微笑跟我點頭 微笑跟我點頭 基於我們台灣是很有禮貌的 我也跟他點頭 然後女生就笑笑拿就走了 走的時候我就回來 這會怎麼樣 很正常 很正常嘛 結果我回來繼續看小說 然後我就嫩住了 不對啊 為什麼 我房間十四樓耶 我旁邊沒有走廊 我旁邊沒有走廊 只有落地窗沒有陽台 那個人從哪裡來的 這樣喔 這應該 毛兒 第一件事情我先去看 因為在泰國有個習慣 就是我會先去翻床 為什麼 那個床墊 我們不是兩層翻墊床墊嗎 對啊 在泰國只要房間覺得有問題 我第一件事已經把兩個床墊放開 我在翻開的時候 我在想真的不要 真的不要 結果一翻開裡面七張符咒 壓在床底下 那當然 你就覺得 既然這七張符咒都壓他壓不住了 那我就把九皇符拿出來就貼在 就是把他 用個東西把他掛在窗戶那個地方 把他掛著 然後說 借我住一晚 我不是要朝你讓我住一晚 讓我好好住 好 那個晚上就是相案無事 然後但是呢 他就是一貼上去之後 那個玻璃是這樣子 就這種感覺 就是有這種聲音就是 感覺是他想進來 但是被那一張符咒 所擋住那種感覺 那我就說對不起 就是只借注意我 我不曉得這是你的地盤 讓我注意我 要不然我沒地方去 但是我當時在想一件事 我講國語他不知道聽不聽得懂 對啊 好 講完之後 拜託他完之後那個 就整個就安靜 就是玻璃就停止那個震動的感覺 整個晚上相案無事 可能早上我就退房的時候 我就問當地的那個 就是清潔人員 你問飯店他不跟你講 問清潔的 我說那房間是什麼 有什麼狀況嗎 他說沒有沒有 OK OK No problem OK 很好 然後我就包包拿出來 一百胎豬給他 你告訴我 我不會跟人家講 那我跟妳講 當時候在大概兩三個月前 有一個女生住那一個房間 那他自己去度假 那他去度假的時候 聽說心情就不是很好 可能跟男朋友吵架 自己跑去度假 他想不開 結果晚上可能又吵 想不開就 開窗就下去了 那在泰國可能沒有招魂還怎麼樣 他就認為他還住在那個房間 然後每天會回來這個房間 那我後來說這個房間 他說這個房間 從來不給客人住的 不用擔心 就可以導遊領隊住 就可以導遊領隊住的 OK 因為他知道我們身上都帶符咒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以後如果對於自己 出去玩的房間不滿意 不要跟導遊領隊換房間 對不對 不要跟導遊領隊換房間 因為我們也習慣了 後來就是那個 跟他求完之後 也就相安無事 你就是 我要離開房間的時候 我要跟他講謝謝謝謝 讓我睡一晚沒有吵我 OK 可是鄭鋒剛講說 你說九皇 九皇的那個符 對 是最兇的符 對 九皇 因為他們每年泰國一個 後來有去瞭解 每年泰國一個九皇祭 他那個基筒 他那個怎麼遊行是真的是 我們一般穿九皇 為什麼比較小 他那個基筒 九皇基筒 我們一般不是穿鋼針嗎 就是嘴巴要穿鋼針 會拿斧批嗎 他們不是耶 他們是穿什麼 穿AK47的槍管 穿腳踏車的輪胎管 就這樣穿進去 穿過去 而且鋼針 平常這裡不是兩個洞 對 那很奇怪 他們穿完之後拔掉 我後來真的有去看過一次 穿完之後 他抽出來之後 兩張符袖 一貼米酒一抹 你真的找不到傷口 有那個八 但是你找不到傷口 不可能 真的 我們在現場真的去看 真的找不到傷口 AK47 AK47槍管 然後鋼針 最離譜的是鋼針穿幾根 他們會比賽 基筒跟基筒會比賽 我穿三根 我就穿八根 最多那個穿到六十幾根 就這樣斜叉左叉右叉 就一坨刺蝟在嘴上 臉好痛 好可怕 但那個就 他們不會流血 就刺進去不會流血 然後把他們抽出來 他們慢慢抽抽出來之後 那個符奏 九皇會開符奏上來就上去 然後一抹 好了 一曲老師 為什麼會這樣 而且那個符 所有的符還有 醉凶的 次凶的 還有這樣等級之比 我知道 小五哥看著我 我就對他有疑惑了 其實這個 這個泰國 泰國這個叫九皇祭 它俗稱其實是九皇大帝 那一般九皇大帝 它是 就是類似我們的 一皇大帝 是一樣的 那其實符 我們都要知道 它有醉凶也有醉落 但是這是各期起始 就是說比方說你去 這是要壓煞的 我當然要去求 比較威猛的神明 就像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的道家當中 誰比較威猛 當然是官聖帝君 還是說像我們一些王爺 還是像我們的玄天上帝 那為什麼呢 因為天上有八部 我們人間 民間也有八部 我們有觀光部 交通部 新聞部 真的沒有錯 那天上有什麼部 天上有兵部 師部 財部 溫部 禮部 雷部 雷部跟聲部 那這個財部大家都知道 就是財神爺他們那一個 那聲部就是駐聲娘娘 其實是各個分開的 比方說我今天是 我要來化煞 可能我家裡面 有什麼樣的狀況 你去求一個駐聲娘娘 來扶回來貼有用嗎 當然沒有用 所以一定要分開 我當然要去求 比較威猛的神明 就是算王爺 還是說官聖帝君的福令 來壓他當然是OK 但是這個福令很重要 就是不管哪一間宮廟 是神明來開的也好 還是說法師開的 他會有一點程序 比方說開的過程當中 要有一個陰陽教會時開的 你不是平常筆拿來 隨便畫一畫 一點法律都沒有的 第二個就是 再來就是 你這個福是出自哪一間廟 哪一個法師所開出來的 要有這個力量在 第三個就是剛剛講那個章 那個章是非常重 你沒有蓋章 就形同一張空白的支票 你開出去是完全沒有用的 那一般的福 你不管是我們中國 還是台灣的福開出來 他都會有福手 福手就是福那個頭 然後再來就是福心 他最重的那個地方 福心 再來就是它的福膽 福膽 再來就是福膀 它是福腹 然後再來就是福咖 五個重點缺一不可 你只要缺一個帶到福 是完全沒有效果的 這是非常重要的 您講完跟我們寫狀子有點像 原來你不覺得嗎 包括數字聲明 所有東西你要寫對 對 然後如果不對的話 那整個訴訟搞不好就掛了 對 原來有這麼複雜的一些 努力就是這種功能 剛剛聖豐他所講 你一掀開看到好幾張 它其實那個福是拼湊的 有一些福就是 第一張我要跟第七張 全部連在一起 它才能形成那個效果 後來他拿了九皇大帝的福 我一張就整個把你壓住了 OK 是不一樣的 我以為這個七張是因為有人貼了一張 沒用 後來再貼一張沒用 總共貼了七張 它是類似像我們的拼圖 讓感覺把它拼起來 OK 可是像這些 就像剛剛一軒老師也講 你如果是想要生孩子 你要去請住生娘娘的福 你想要發財的人 去請了住生娘娘的 還是有這些 可是剛剛聖豐講的 好在也有用 還能夠一晚安眠 聖美 有人就是請了也沒有用 對 我們常提到就是說 像兇宅的買賣 一定要公開 但是因為畢竟兇宅 你如果去租兇宅的話 基本上比較便宜 那這個故事是這樣 這個房仲呢 他自己本身生意做得還不錯 他跟太太有一個兒子 他當時呢 就看上了一個透廳 大概有三層樓的這個別墅 只要租八千 對方也告訴他是兇宅 那我現在問各位 他都已經告訴你是兇宅了 但基本上是怎麼死的 發生什麼事情 他基本上不太會說 因為這個細節不需要講 我已經告訴你了 那你自己想像嘛 也許這個人是服藥了 或什麼之類 那他覺得說這個八千 這個CP值太好 三層耶 太便宜了 我住一家 所以這個房仲就很開心 就搬進去 他想說沒關係就進去 可是各位 通常你住進去之後 你才會慢慢去爬書 這些文章 因為鄰居就用怪異的眼光 就看他們一家怎麼敢住 住進來 然後又嘴巴碎了 就開始講了 然後他把這故事整理完之後 他也開始毛了 那發生什麼事情呢 原來這三層樓的透梯 之前也住了一家人 這對夫妻還有一個女兒 可是這個爸爸有點變態 經常喝了酒之後 就淋虐他的太太 那一般來說 淋虐是兩種方式 有一種就是直接用打的 可是這個爸爸不是 他通常喝完酒之後 會在性這件事情上 淋虐他的太太 所以他的太太 已經全身都是傷了 而且經常 因為傷得很嚴重 夜裡也會哭 所以鄰居其實知道 他們這一家很可怕 那一天發生什麼事呢 是這個男主人 他又喝了酒 他拿了一個 他設計好了一個鋼管 兩邊已經把他壓平了 然後就直接把他 伸進他太太的下半身 你可以想像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 就是一個淋虐的狀態 那個晚上呢 他結束之後 這個男主人 他就睡了 反正喝醉了 然後他只聽到 他的太太半夜說要喝水 叫女兒去拿水 然後第二天 各位 他太太已經血流成河了 整個床鋪都是血 他也不去管 然後後來太太死了 太太死之後 當時這個先生被抓 這先生是因為傷害致死 然後就被抓去坐牢 但是這個太太是怎麼死的 她等於是奄奄一息之後 躺在床上 沒有人救她的那種 你知道 失血過多 那種很深很深很深的怨念 甚至那個太太流了一身血 從那個三樓下來 不是有樓梯嗎 她是最後是死在那個樓梯 轉角的地方 死的原因就是失血過多 所以當這個房仲 後來租了這個房子 她也覺得 反正八千嘛 這個人都已經去坐牢了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來了 這個房仲跟他的太太 三不五十 會上樓梯對不對 就會在那個樓梯的轉角 看到一個穿花裙子的女人 然後就站在那裡 站在那裡 那你是不是要上樓 你是會跟她對望 她就睜大了很大的眼睛 你知道嗎 就這樣子瞪著他們 她有個五歲的兒子 不是都會玩電動嗎 你知道那種線上遊戲 有時候自己在單打 自己一個人打 你也可以雙打 她兒子都是自己一個人打 後來兒子就抱怨說 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個人一直跟我 要打遊戲 但我都不想跟他打 就抱怨 就那個有個東西 一直要跟他打 好啦這個房仲就覺得這受不了 趕快請老師來 因為我這房子我還蠻喜歡的 所以就在這個樓梯轉角 那個穿花裙的那個 婦女出現的那個位置 他們厲害了 他們乾脆就先請關公 然後在那個地方放一個八卦 八卦鏡 然後就開始貼服 然後之後他還去查 這個前面這個婦人死掉對不對 從這個樓梯角 從正門出去 好 我正門封住 我看你怎麼樣 反正這房子我租的嘛 對不對 他把這個大門鎖住了 然後呢也貼了服 之後呢 他們就從後門進出 結果 都弄好對不對 還請了關公對不對 明天晚上 再又來 不但來 眼睛瞪得大大的 非常哀怨的一直在看著他 他就知道說 不論是八卦鏡還是服 都沒有辦法 唯一一個辦法 搬走啊 你貪那個八千塊 而且呢 各位 我們在這裡講說服令 多厲害 可是要這樣想 那個婦人他就死在那裡 他根本出不去 他也想出去啊 而且用服聽說 是把他困住 我是不知道 可以問那個老師 OK 但約恩先請問一下 房仲他在租的時候 他知道這是個兇宅 他有跟他說 對 我已經告訴你是兇宅 你要租 然後這時候你要搬走 那你就可以不用付錢嗎 如果要是那個屋主講 不管啊 我們約已經簽了兩年 而且你覺得便宜八千 你一千簽了十年 那怎麼辦 如果是買房的話 屋主是有義務要告知 就是要如實告知說 這個是不是兇宅 就是那個什麼 錶上面要勾嘛 說是不是 可是出租的時候 反而沒有 我覺得這個其實對租客 不是一個保障 所以其實房東他可以不要講 但如果今天房東 就是故意隱瞞你 然後你後來才發現是兇宅的話 這樣子你是可以主張說我是被騙 所以我才簽這個約 所以你就可以解約 然後就是說解約就不要付租金 然後押金也拿回來 但如果像盛梅這樣講的這個案例的話 他本來一開始就知道的話 我認為是沒有辦法 因為他就沒有被騙 而且你也沒有辦法去跟法官講說 對 要不然你來 你試試看 晚上的時候有一個穿著洋裝的 然後在那個地方站著 你跟法官講 法官也不會跟你講說 我去睡一晚 先讓法官看到 對啊 所以這部分就沒辦法 對 這個部分就會比較難 那如果要租核自保的話 其實租客可以在就是在簽約的時候 可能就請房東說 你能不能幫我加住說 如果事後我發現是兇宅的話 你要讓我無條件的解約 是否你跑了這麼多一些的地方 你自己也會要帶符咒在身上 你說要保身或什麼 有看過這種就是用符咒害人的這些案例嗎 我曾經帶過一個團 它是一個酒吧 他們酒吧一樣也會去旅遊 然後就因為都年輕人 就聊得很開心 然後就後來變好朋友 那後來呢 就是其中有一個女生 就是女孩子 那因為他們酒吧也要找客人來喝酒 然後其中就有一個呢 因為我們跟他比較聊得來 那一陣子 有一陣子突然發現 他常常就這樣坐在那邊這樣 就完全放空那種感覺 因為他是很積極 就是去找客人幹什麼很積極 那後來我們就跟他講說 你這樣不行啦 你常常跟客人喝酒喝到一半 陪客人喝酒喝到一半 你就突然完全放空 然後客人叫他沒反應 他喝幫嗎 不是 他也不是喝幫 他突然就是整個空掉 然後你叫他是沒反應的 他就完全沒反應 好像整個魂被抽走那種感覺 那我們就跟他講說 那你去找老師 你監獄去找個老師處理一下 他就真的去找老師 然後在找老師過程 他是開車過去 他跟我們後來 他好了之後回來跟我們講說 他在車子這樣開開開 他突然手就變成這樣一拉 你一拉是不是方向環就這樣轉 旁邊就是護欄就是高架橋 你如果沒有 他沒有立刻再抓回來 他就是下去了 然後他就 他也很鎮定的就開到老師那裡 結果老師把他看完之後 就說你怎麼來 他說我開車來 他說老師說 那可不可以去你車廂看一下 他說好啊 那去車廂看 結果整車這樣找... 結果在哪裡找到呢 在副駕駛座的底下 有一個小人 一個稻草人 然後有一張符咒 那稻草人身上還扎了四根釘子 四腳扎四根釘子 然後那個符咒 有寫他的姓名出生的日 都寫在上面 那他也嚇到了 那我們也就怎麼會這樣 老師說沒關係這個還好 他還可以化解 但是他有先問我那個朋友就是說 他化解完之後放符的 就是放稻草人這個人會反噬回去 不然他會出事你op不ok ok啊 當然 要不然出事是我 有不ok的嗎 順便你op不ok 我當然ok啊 ok嘛 對不對 因為op不ok 會不會遭到報應啊 不會啊 不會再反噬回來 然後他就說 那不管他 反正是他先害我的啊 因為我們就在猜 可能是某一個他們同店的某一個女孩子 搶客人 可能是搶客人的關係 就是他可能這個男生本來就是這個 然後後來跟他比較好 ok 結果呢 化解完之後 隔一段時間 他就休息一段時間回去上班 他就打電話來跟我們說 對不對 我們知道是 跟你講就是那一個沒錯了 確定就是他 因為我們在之前聊就 說有可能是誰 為什麼他知道結果那個 因為那個 放符那個 隔不到幾天 出車禍死掉 沒有 就莫名其妙 也沒有喝酒 如果他覺得是喝酒 酒駕去撞死就算 他那個很 就是很好的天氣底下 然後自己開開開 就去撞橋頭 就是下高速公路那個橋 那個中間有沒有 就這樣撞上去 完全沒有殺 就這樣撞上去就走了 不是這個反應也太大了一點 他可能只是想到說 那個人會不會也心神不寧或者 但沒想到是這麼狠的一個 因為當時候我們問 後來就問那個老師 老師說這個符就是要用 他跟那個 他是等於是放小鬼 他跟小鬼談條件就是說 你只要取到這一個人的性命 你就可以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今天老師把它化解掉 小鬼沒人可以找 就回頭去找他 就回頭去找 你叫我去的 所以你要負責 就變我來抓你去跟我做交替 聖美 你有符喔 我這是示範喔 那我就放心了 真的嗎 這個符其實叫做迷魂符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 他旁邊名字啊 男人的名字旁邊寫了什麼 三魂渺渺 七魄茫茫 恐怖恐怖 就是女人或男人 用來迷惑對方 也就是說我要勾你的魂 讓你的魂被我 這有兩個名字嘛 鎖住這樣子 這樣看得懂喔 然後還有一個 乖乖聽話符 例如 不是現在有很多貴婦啊 她嫁進豪門之後 她寂寞的不得了 她老公只給錢 什麼都不給 對不對 外面小山一堆 那怎麼辦 我就叫她一定要乖乖聽話符 所以這上面 有沒有看到字 底下百依百順 有沒有 這字總看得懂了吧 誰誰誰 然後要對誰誰誰 百依百順 真的啦 這種東西是真的有用嗎 那你知道 如果小山 如果小山用了 你剛剛那個桃花迷魂符 然後她老婆用了乖乖符 那她怎麼樣 她就突然一天看到這邊 然後覺得要被迷魂 然後這邊又乖乖回家 謝律你知道嗎 這個符要比什麼你知道嗎 這易選老師就知道了 比這個幫你畫符的老師的法力 所以為什麼過去啊 政黨跟政黨之間不是鬥法嗎 對啊 他們鬥的是後面老師 後來老師死光啦 因為你找這個對不對 他找那個 你找這個眼睛瞎 找那個是瘸的 就鬥到最後對不對 這個人當上了某某的縣市首長 老師死掉了啊 真的有 因為一定會反思 因為還有那種家裡祖墳被釘釘子的啦 或什麼那種 一天到晚都出現 可是要注意喔 因為用符這件事情呢 我認為就是會損到自己的符報 所以你要做的時候真的要小心 那我說這個例子是 在南部有個小吃店 這當年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新聞 我有朋友去採訪過 大家知道小吃店不單純 不是只有吃小吃 這裡面的妹妹都很漂亮 尤其這幾年呢 越南的妹妹很受到歡迎 所以又會玩 又會陪客人 這裡面有個紅牌叫金沙 這個女生呢妙了 長得真的不漂亮 也不怎麼樣 也不會去就是 好像去討好客人之類 可是其他姐妹就覺得莫名其妙 她又不漂亮又不受歡迎 可是奇怪的是個性又壞 可是就很多的男生一直追著她跑 那那個是個小地方 所以黑白兩道 好多人都愛她 而且愛到什麼地步 都是直接給她錢 這個金沙到地方小吃店才一年 她的存款有2000多萬 小吃店其實賺的不算多 對不對 好 結果一年半以後 這個金沙被殺 而且是被分屍 後來記者到地方去採訪的時候 就說出來她的秘密 這個金沙每隔幾個月 就要回越南一趟 那回去越南回來的時候 這是人家有募集證人 為什麼呢 她說回來的時候就會拿好那個符 就某種符 這個符一定要回越南 然後找師傅去加持 你不是自己畫一畫小 不行 因為一加持之後 這個符就有法力 她拿回來之後呢 大家就聽過了吧 要配合自己的金血 把衛生棉拿出來 這個符先燒 燒了呢 先拿一個杯子 杯子裡面放礦泉水 可以喝的水 然後把這個符 砰 燒進去對不對 然後另外就把衛生棉拿出來 就把那個雪揉進去 揉進去之後 這是不是一杯水了 看起來像茶 然後呢 她就帶著一個保溫瓶去上班 那不會有人覺得奇怪啊 奇怪我就是 對不對 我就陪客人喝酒嘛 也會累 我就喝這個水 可是其實她從來沒有喝那個水 等到客人通通 客人來之後 喝酒喝酒之後會不會唱歌 會離開座位 酒杯是開著的嘛 她就直接把她的寶特瓶打開 倒進去 這一倒進去不得了 叫她幹嘛就幹嘛 叫她三點來就來 叫她給三萬給三萬 叫她給十萬給十萬 好啦 你後來很受歡迎對不對 在地方上呢 姐姐妹妹都知道這件事 這個金沙還說 你要不要我可以教你 結果那些人都不敢要 因為會反噬 果然有一天反噬 因為她在地方上 有十幾個黑白兩道的人都追她 追到之後爭鋒吃醋 所以其中一個黑道老大 非常火大 就覺得你怎麼可以這樣 我都養你給那麼多錢 你還背叛我 直接把她殺了 而且殺了還分屍 這不就是放福最後的反噬嗎 OK 一斤老師 我們剛剛講 其實福祖禍對很多人來講 他應該就是要你保平安 鎮宅啦 鎮宅啦 很多這樣的事 可是剛剛講的那些顯然就是 心裡面有一些其他的邪雜歪念 去用這些 所以基本上這樣的話 就像剛才沒講 會反噬 甚或這些福祖禍都還有期限 一般而言 福祖就是從廟裡開出來的時候 是以一年為限 一年之後你要再回去 再重新過爐 有法師再加持 一般的觀眾可能說 我到底要拿什麼福 可以保平安 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拿公廟 一般公廟正統的福就可以了 然後他包爐丹 然後幫你折一個八卦 然後塞在塑膠袋裡面 還是布的袋子裡面 這樣就夠了 一般正統的公廟 他給你的福 就是化齋平安的福令 不會像說你去求老師 有的老師可能是 他本身有拜師 那他沒手抓 但是他有那個力量的時候 他開始就是 以這樣子為生 所以還是要注意 我們當然是以大廟為主 OK 其實所有這些令福 這些我相信 如果要去求得這樣一些福 目的是讓自己能夠心安 自己在各方面 不管你求得一些正事 那些事情的話 讓自己心安做幾次來 當然就會比較順 那但如果有一些 邪魔歪念的事情 需要去做這些的話 從起心動念就不好 當然結果 就不會是你想像的那個結果 OK 那當然希望大家都能夠平安順利 非常謝謝所有來賓 非常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鄭鄭詩 我們下次見 拜拜